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我要放这个文字 第二章我要放很多很多字 有看到 所以我先复制 那我要告诉各位 word里面表格的字 它不能直接贴到这个powerpoint 贴到powerpoint 可能它会产生一些 无法去编辑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会先复制贴到什么 记事本 复制用程式去示范 好 直接贴上 贴上以后再重新去选 然后复制 然后贴回来我们的powerpoint 好像有点复杂 没办法 那word里面的文字的字型跟powerpoint 可能会产生不能够直接使用的情形 比如说word里面的项目符号 项目编号在powerpoint里面改掉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字 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字是不是很多 很多的话 那你是不是会考虑就是说怎么样去放字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就是说 这是我放文字 最多就放这样子 由左到右 这样子满板 了不起 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针对这个文字 格式 格式 直接把它改成 比如说黄色 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可是我现在要刻意强调讲一个概念 你觉得 这样子放好不好 这样太多行了 两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它没办法要放到三行 而且 而且因为是影片 我会建议 这个字还太小了 例如说 这边才36 我觉得至少要40以上的字 会比较让别人远远的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你可能要区分 这个是重点 我可以设大一点 这不重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放 或者是字小一点 但是我要告诉你 就是当你今天放上去的字 好像大家都会想要看 所以我会觉得说 也有一派的说法 那我就都放清楚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三列的字 它已经盖住了影片的 三分之一的一个区域 这样不好 所以干脆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去取代 就是左右 左右 我把长度射到这个地方 然后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下面下面这个字呢 下面这个字 还有搭配这个影片 这图片可能要稍微缩小一点 这个字是不是 如果不能这样动的话 那干脆就再插入一个物件 插入一个物件 从这边做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物件呢 我就把这个文字放来这边 是不是要把它顺序移到最上面 好 那它的背景 它的底色 这铁满就要变成无铁满了 无铁满 这下面这一块的颜色就要变成什么 黄色 可是呢 图片 图片 我们最多最多 一定要设成 例如说透明度 设透明度 可以让颜色变漂亮 这个文字方块的图片 在这里 设透明度 50 好 确定 这样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下面的图片 好 那重点 重点我觉得 这边别人如果这样看 这边如果别人这样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 把这张图片呢 把这张图片做一个动画的特效 做什么动画特效 例如说向左 向左移动 因为左边还有空间嘛 所以 动画里面 动画 我们设 路径 路径 我觉得这个动画 我蛮常使用的 这边有一个其他移动的路径 我要选择向左 向左 可它这样是不是跑出去了 就要限制 它不要太左边 只要移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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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什么调整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文字呢 应该把它做的像 例如说打字机的呈现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做出现这个文字 做出现这个特效 而且这个播放的方式设成什么 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设定成动画的文字 什么叫动画的文字呢 比如说把它设定成什么 依据英文单字 或中文字 这是什么意思 单字的话就是 例如说106年度台北市 健康促进 基优成果颁奖典礼 就是成果颁奖典礼 这是一组的字 可是如果是这一种的话 它就变一个一个 说出来 好 所以一般我们是选择这一种 确定 如果说觉得这个地方 字不是那么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播放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往左边跑 然后接下来再点一下 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这些字 这就到这我们看影片的那种模式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讲什么事 好了 那我们已经做了两张了 对不对 可是你不能每一张都 如果你有时间 你一定要每一张都设定完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去再设定一些 投影片放映的方法 好 我先介绍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转场 转场 这个转场是什么意思 像我刚刚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设定的动画 建议改成什么 这边 我刚刚这一个的动画 的动画 好 动画 好 让我去 这个动画窗戈 好 我先设一下 我的动画呢 我不是设定按一下 而是与前动画同时 然后这一个呢 它的一个动画是 一样与前动画同时 这个意思是什么 假设当我今天播放的时候 它就开始 它就开始 就是 跑 对 同时的跑过去 但是哦 这个字 这个字是不是会跑很久 所以我会把这个时间 切换这个图片哦 往左边跑的那个时间啊 设长一点 比如说设到十秒钟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图片是不是慢慢的往左边去移动 然后右边那个字 是不是慢慢的跑出来 好 这样子一个连续性的这种感觉 好 看来我们应该要设到20秒 20秒左右 好了 那 那 在这个地方 因为字多 这样字多 你可能 可能会 希望把你要表达的事情 可以充分让别人去了解 那 还有 还有 我们 在刚刚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还可以去设转场 例如说 第一页切换到第二页的时候 好 那我们是办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那 如果我们不做一个切换 但是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 第三页切换到第四页 好 例如说 假设 第三页 第三页 我先把文字做进来 第三页的文字应该是这个 复制贴到记事本 贴上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我的powerpoint 贴上 我这个时候呢 就希望把这个字啊 设大一点 设到四十 然后 两列 然后接下来把它填满 填黄色 那字型呢 稍微改成 例如说标排体 标排体 然后出体 好了 那刚刚这个字啊 这个字 你就可以去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像刚刚这个动画 动画色出现 然后 做成那个打字的效果 什么都可以 好 例如说 这边 效果选项 设成一单字的一个播放形式 好了 它就会把 例如说 邓家基三个字 合并一起来去播放出来 就是在报台北市邓家基副市长 字词 会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 我们假设希望要有更多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有一个转场的特效 所以点选转场 转场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 设定 例如说我个人 我个人只是看过蛮多人去使用这一个联营 老师那个转场 转场 是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张切换到第二张 第二张切换到第三张 那个过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不要每一张都是有相同的转场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颁奖好了 这张开始都是颁奖 这张也是颁奖 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今天的转场 我就可以设成 例如说门 门这一种就是 或是这种切换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这是它动的方向的那个 对 然后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设成 例如说切换 切换 就是这两个是有 都是例如说颁奖的形式 根据我就设成这样子一个切换 所以它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 那我又觉得这边 你可以自己有空的时候再去玩 但是有些真的不要去玩 例如说 那个闪烁啊 联谊啊 真的看了头昏眼花 这样板得不好 好 看一下 好 好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看联谊 哦 顾炫吧 这都是顾炫的效果 好 例如说我们设成这个什么 什么 蜂窝 蜂窝 对 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动画的那种 那种叫做motion 就是情绪上的律动改变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切换 也主要就是让别人了解 哦 我们这影片我现在换页了 好 主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我还是先暂时把那个文字哦 先放上去 那我可能就不一一去讲完这个部分 像例如说复制 贴上 然后复制 然后贴上 直接把它改一下 这边大一点 但是功能它名称没有改 名称没有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2013版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找得到 它功能基本上没有改 只是顺序有调整 真的顺序会有调整 你回去你再找找看一定找得到 好 那我接下来 还有还有还有几张 那我现在要再介绍一件事情 就是连续播放 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不可能在那边算第一要跑几秒 第二页跑几秒 然后把它加起来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投影片放映 有一个设定放映方式 就是第一张播完它会播第二张 第二张播完它会播第三张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ESC件 那我们因为影片播放 最后一张播完就结束了 好 所以这个功能要设定 好了 还有还有因为这边我必须要 例如说好了 我一样设那个刚刚的出现 然后设定动画的播放 假设我一样依据单字去播放 好 对不起 我选到一模一样的文字了 所以换一下 好 这一张应该是这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去 切换也设好了 我怎么知道说有设了切换特效 你看这边 左边是不是有新资 六七页都还没有做 好 那就是 我设这一张的话 它是这一张切换到这一张 我设这一张的话 是这一张切换到这一张的切换效果 好 再接下来 例如说 这边后面还有 好 快速的去完成 因为这个字不多 所以我可能就不是从左边排到右边 那甚至我觉得 我觉得 这有点乱掉 应该是正业的 我可能就放在 就是局长的这个附近 好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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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影片我们就要开始来去思考一下 它里面也有动画 那因为要做活动那种动画 所以我只能透过 如果有多几张照片 我们就做切换 图片的切换 那是比较简单的 那因为只有一张的话 那也许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用强调方式 例如说用刚刚说的这种脉冲 记得我们就可以多动几次 多脉冲几次 去表达那个动的那个意思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重复这边 假设我们重复五次 然后每一次这个期间 射 例如说射到两秒钟的 对 好 那我只是要提醒 提醒一下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功能 那 最后 最后一张 那个文字 好了 那我想 在暂时 就是那些动画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特效 可以值得我们再去玩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影片呢 大致上就先暂时 简报的部分 我们暂时先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 好吧 也随便做一个动画 对不对 我还是设 因为这都是字 字的话 最好都是设成一字的那种效果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 你不用设计太多 对 一字性我觉得也是蛮重要 就是你不要太 一下是这样子的动画 一下是那样子的动画 这样反而就不是很好了 那我会期待更希望就是说 这个图片其实还可以 例如说有时候 假设多一点图片 我可以一张切换到第二张 第二张切换到第三 可是他就只有给我宝贵的六张图片 所以我没办法多再做一些更多的一个内容的讲解 或者是这个动作不是有很多吗 因为例如说你带动唱一个过程 你假设拍一个整个过程拍20张照片 那我可以用快剪的方式 因为影片影片的呈现有很多 甚至我可以用缩时剪影 或者是快拍 或者是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 这样子跑来跑去 这都很好玩 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们假设先暂时 这个最后加入一个转场特效 例如说刚刚最后来一个 刚刚那个连移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我就整个播一次给你们看 Shift加F5 对不起 这是最后一张 我从第一张开始播 那就直接点F5 你看我现在滑鼠 因为他就脉冲 就是远近远近那种感觉 因为第一张 我是不是在十秒钟去跳到下一页 所以他有四秒钟的空白在那个地方 然后第一张又没有设那个转场 没有设转场 所以对不起 这边我设一下这个转场是 例如说刚刚有设了一种门 门跑去哪 我刚刚是做切换 等一下我看连移 这一张 这张没设到 没设到我都是用切换 切换 这一张不能设封 至少也要设刚刚 切换 这一张 切换 连移 然后这一张去 设弹出好了 好了 然后接下来播放 它就开始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文字呢 去做一个动态呈现 转场 时间是1点 这边 这边一定要把这个 拿掉 就是 例如说 假设我设 每隔十秒钟好了 那它最长就是十秒 它一定会换页 如果 如果我这张影片超过十秒 它是以最长动画的时间 来当做是 它切换的时间 好 来去播放一下 对我刚刚 我刚刚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我没有去做 这一张应该不用射 我们拿掉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不需要按这个滑鼠 对 那现在先播一下 好 现在我改成播五四 然后它就会跳到下一页去了 好 那 第二张 可以 可以 对 重点是 如果说你们要呈现很多很多字的时候呢 我还是请向建议你们 因为影片里面 影片里面 那不然你就录 它讲话的那一段 会更有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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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切换 动画 这没有 是这一张 这一张是以前动画的故事 就是进来的时候 就是直接跑动画